要停水了 自然水公司在大台中地区 装设400多个零食供水站 水车巡回补水 两顿的水塔两分钟装满 对面一楼住户 第一时间提着两个水桶来装水 因为家里没有水塔 我住在楼下没有水塔 所以要存比较多一点 水情吃紧 4月6号到7号 台中苗栗地区开始实施 公五停二措施 水公司在各大社区的公园 学校设置临时供水站 让民众停水时可以应急 应该这两天不洗衣服 不洗被摊 只是洗澡跟指望 OK啦 OK啦 家庭准备的都OK 里长也不断跟民众提醒 珍惜用水 次来水公司也会派人巡视 只要没水 会马上派水车来补水 大海新闻 江俊宁新鸿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